Q彈有嚼勁的水餃外皮 加上龍膽石斑內餡 做成魚龍入青雲綠色水餃 口感獨特 在縣長汪張良吃了再不絕口 水餃皮整個非常Q彈 又結合上一葉龍膽石斑 就是冰冬的 兩個社區這樣的一個結合的東西 基本上也代表一種跨社區 或者是跨縣市的連結 我想這創造很多可能性 用到我們新港在地龍產品 來做我們的食品 做麵 做菜 做水餃 所以做很多行 是用我們的硬菜來做 我們的空心菜就是 占全台灣 新港占全台灣的八成 菜價低的時候 農民就是可能會把這些菜 就是處理掉 我們就覺得很可惜 所以就研發了空心菜麵 然後空心菜饅頭 到現在的空心菜水餃 這次社造成果展 除了有六縣市的社區發展協會 共襄盛舉外 還帶來五龍五師 宋江鎮 以及主編樂器等精彩表演 專家亮麗和佛達阿嬤們 也賣力演出太鼓 現場相當熱鬧 給老師來化妝 老師來賺三來婚庭 大家笑得滿滿 跨社區的合作 透過以前社區總體營造 創意 振興 分享的精神 來把這些協合成一個 產業的生態系統 來照顧好我們社區的每一位長輩 藉由這場活動 我們股民社區發了十萬塊的原油券 來促進買去 雪角的所得 就是捐給我們股民社區的據點長輩 讓他們提供公餐的費用 現場還結合返鄉青龍 與青年創業者展開 以市集合原油會方式 重現各地社區發展與產業特色 新航亞太電視羅金新方雅賢 台灣嘉義採訪報導 中文財產業特色